关小彤被那扎碾压真的只是衣服的锅吗 咱们咯 光热头小脸小的关小彤 为什么也逃不过宽脸的命运 这就属于是一个面中最高点的大概念 面中最高点一般是在颧骨到苹果肌的区域 大部分人的最高点在全凸的位置 两个最高点之间的距离越大 脸越小宽 那扎的最高点在眼下 所以那扎虽然下额角发达 但没人觉得它是宽脸 反而是精致的3D立体眼 咱们宽脸就没救了吗 咱们咯 高光打得好 脸型显得小 在眼睛下打高光伪造一个内轮廓 咱们也是 当然还可以学习西梦瑶 用填充的方式将面中最高点向内移 关小彤两米大长腿金圈公主 为什么还是不嫌贵气 家人们注意 面中立体度 面中优越的球形脸和面中凹陷的扁平脸 无论是正面还是侧面 都是碾压的程度 家人们可以用玻尿酸或甲体 垫鼻肌底实现飞升 但很挑医生和材料 咱们就是说医美有风险开刀需谨慎 那扎这头黑长直 咱们可以说是立下战功了 经常看我视频的家人们都知道 想要头包脸必须打造高颅顶 咱们露 咱们今天就是说露了 光小彤的颅顶比那扎还要高 它为什么就是一个脸包头呢 咱们说发型和脸各丝其直了 属于是纯纯的无效发型 除了敷衍的加高了颅顶 其他头发全在耳后 发质不提也罢 而那扎的中分 虽然不便加高颅顶 但两侧的批发留足了空间感 而且一侧挡脸 同样实现了头包脸 再加上这飘逸柔顺的黑长直 洗发时广告商请看向她 咱们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最后说穿搭 关小彤这身肯定是被他妈逼的吧 懂得都懂 第一眼美女拼的就是一个气质 上半身 尤其脖颈处的露肤度 一定要做足 而且配色和配饰 都要减少堆砌感 关小彤不去挡脸 却忙着堆在脖颈的卷发 加发饰 加耳环 加衣服的土气配色 好家伙 讲小花都不敢这么穿 造型师这一天别出门了 躲起来避避风头吧